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路总 别闹 第32集,情敌对决 下了班,在公交车站等公交的远小 车迟迟没来,无聊地刷起了朋友圈 置顶的一条是陆毅的朋友圈 一分钟前发的 两张图片,一张是陆毅在人群中排队买蛋糕的自拍 一张是他提着两个小蛋糕的自拍 文案,给袁医生买蛋糕 不知道袁医生喜欢什么口味 买了一个草莓味和一个巧克力味 文案的后面还配上两个开心的小表情 又羡慕死他了 给陆毅发去一条信息 陆先生,你有袁医生的微信吗? 有 陆毅秒回 袁小给还在医院写病例的惊吓打去电话 袁医生,麻烦帮我的朋友圈点个赞 我要去兑换商品 赶紧哟,免费的呢 是懂生活的好姑娘 惊吓笑着硬 好 挂了电话 第一时间点了进去 被袁小下方的朋友圈给愣住了 那是陆毅的 六月的天气 他居然站在太阳底下排队 别人都打着伞 或是戴着遮阳帽 就他赤裸裸地站在太阳底下 那可是北城的首富 分分钟就能把蛋糕店给买下来 真没那必要去排队 愣了好一会才给袁小的朋友圈点赞 手滑了一下 点了 进了陆毅的主页 看见他朋友圈不只是刚刚看见的那两张照片 既然来了 索性点进了他的朋友圈 粗略扫了一眼 最近几条全是关于他的 他网上拉了一下 看见了第一条 抱着黄玫瑰的他 目光在第一条朋友圈的文案上停留了几秒 将网页往下拉 目光停留在今天录一发的第一条朋友圈上 他吃的饭是他亲手做的 看见第一次下厨那几个字 心跳莫名有一丝丝的乱 深吸一口气 心跳平稳了下来 将手机吸屏 告诫自己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有一个词叫摆拍 也有一个词叫人设 陆毅的朋友圈里 已经有了久久加个赞了 看到陆毅那开心的表情 手机屏幕前的一个个都是一张乙母笑 他们等了一天的消息 在这一刻不用陆毅告知 也知道了 袁医生肯定接受了他送的饭 也接受了他送的蛋糕 勤势大楼 茶水间 员工们也在八卦这件事情 真心想一睹那个袁医生的方容 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 能让北城首富如此深情 我也好想 那么帅 那么有钱 关键是 他喜欢一个人 会告诉全世界 这安全感太足了 他们身后猛然出现一道声音 你们在聊什么 什么袁医生 什么北城首富 看到是老板秦潇 一个个心惊胆战了起来 明明看见老板下班了 怎么又回来了 公司的人都知道 秦潇和北城首富的关系不好 在秦氏集团聊陆氏集团 那是吃里扒外 搞不好被开除 这年代 好工作比好对象更难找 听到袁医生 北城首富 秦潇知道是谁 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面色铁青 聊什么呢 一个员工瑟瑟发抖地说 秦总 没什么 就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喜欢上了一个医生 天天发朋友圈 秦潇皱眉 你有他的微信 语气冷冷的 那个员工急忙摇头 没有 我一个朋友 在陆氏集团上班 他告诉我的 有截图吗 有 有 一张不辣的立马发给我 哦 哦 好好 看着员工发来的一张张截图 秦潇的脸都气歪了 半小时不到 秦潇的法拉利 在医院门口停了下来 停在一辆麦巴赫的旁边 秦潇从法拉利上下来 看见陆毅站在麦巴赫的副驾驶旁 四目相对 眼神都藏着冰刀 秦潇抖了抖尖 漫不经心地打招呼 哟 陆总 好巧 我来接我女朋友圆金夏下班 请问陆总是在等谁呢 秦潇故意地问 陆毅却没有故意答 等我未婚妻圆金夏 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秦潇不屑地吃了一声 陆总 你可真有意思 当初不珍惜 如今又扮演深情 省省吧 惊吓是不会回头的 陆毅冷哼一声 是吗 那就看看 秦潇丝毫不带思考就回答 不用看 他一定不会是你的 陆毅笑了 笑容满事不屑 几秒后 笑容退去 斩钉截铁道 他不一定是我的 但一定不是你的 袁潇可是告诉了他 今夏只把秦潇当兄弟 秦潇笑了 笑容也是满满的不屑 陆总向来自信 可是感情他不是做生意 不是谁给的价格高谁就赢 这句话让陆毅心里很赌 脸色也很难看 讽刺他首付又怎样 还不是被退婚了 那就拭目以待 还想怼陆毅的秦潇 看见今夏从医院里走出来 急忙走向今夏 他还没出声 就听见有人大声喊 今夏 今夏看见陆毅从一辆奔驰车上 探出一个头来 向着陆毅奔跑而去 你怎么来了 陆毅笑着 当然是想你了 上车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准备要上车的 今夏对着秦潇说 秦潇 谢谢你来接我 我先走了 回见 说完 今夏就上了陆毅的车 全程被今夏忽略的陆毅 心情却异常的好 乐呵呵的上了麦巴赫 他这次信了 自己是父母亲生的 陆毅才会及时出现 秦潇丧着脸上了法拉利 这陆毅还真是讨厌 不然 今夏就会坐在他的副驾驶上了 我给你一个手机打赫 这次带你一个手机打开 我先给你一个手机打开 你不想再转发 我先给你一个手机打开